在今天东北风的强度略微的减弱 大家会感觉到中午的温度上升了 不过在东半部地区因为云层亮度 还是有一些零星的毛毛雨在东北角出现 但明天的天气不相同 因为明天冷气团开始要南下了 那我们就用几个时间点来提醒大家注意的事项 第一个注意今天晚上的12点以后 午夜以后开始要特别注意的是 西半部地区跟外岛地区都容易会有浓雾的现象出现 尤其在这周五的清晨的时候 午农特别要注意能见度差 行车方面要特别的留意 风面前缘吹着偏着西南风 海面上水汽带了进来了 但到了早上的六点钟的时候 你一早出门去 你如果是住在海边的朋友 你就会注意到风浪的部分开始逐渐的增大 风向开始变为偏着东北风 强的冷空气开始从台湾北方海面要下来了 接着温度状况在礼拜五的时候 早上的温度其实就上不去了 中午以后开始就有时候下午以后 温度将要下降幅度变得非常的明显 所以中午以后开始你要特别注意的是温降 尤其是北部地区的朋友 明天的一大早的高温就是一天当中温度最高的时刻 明天中午温度上不去 明天下午气温下降 而到了明天的晚上的时候冷 因为低温的部分就降到了13度的低温 穿着方面要特别注意到保暖 礼拜六干的冷空气开始进来 北部地区晚上就到11度的低温 这波强烈冷气团会维持到周日 周一周二后面两天假期气温部分才上升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可以注意到 北方水气最主要在长江的到华中地区 逐渐的由西往东的方向走 台湾上空有些零星的水气从南边的水上来 最终要在菲律宾的东边一个小的低压 这个低压快要减弱了 但它水气送上来 随着东风带了进来 使得东半部地区云量多 不过明天随着北方的高压 开始要带下来强冷空气 水气也会从台湾北部通过 也就是说明天的时候 开始有短暂雨的状况 范围面积都会再增多一些 中南部没有影响 中南部还是好天气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地面天气图 北方的高压进入到达了东海 西伯利亚的冷高压 现在正在增强当中 今天的时候已经通过黄河 明天早上就通过长江流雨 明天晚上就已经进到台湾上空 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在外岛地区 已经有点偏冷了 明天白天的高温上升幅度并不多 而在台湾本岛部分 北部中午还有17 明天晚上降到13 今晚在16 中部地区明天晚上降到14 南部在17到16度 东半部地区的宜兰花莲 以北冬意有雨 小丁宁两件事情要提起 西部外岛夜晚有误 行车要注意 海边风大咯 骑车的朋友要小心 这一餐就是海皇鲍鱼干贝XO酱 可以说是妈妈料理的百搭神器 煮烫啊 吃火锅啊 加上一条啊 汤头都超鲜美 现在也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订购 马上就能够拥有五星的食材 五星的口感的总统级的享受 吃火锅啊 谢谢大家